哈囉 大家好 我是Ru-chan 因為我現在有點感冒 所以我的聲音比平常可能還要再扁一點點 就請大家不要在意啦 那今天的影片也是日文教學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在跟別人推薦東西的時候 日本人他們前面會加哪一句話 就不是OSUSIME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說是不是OSUSIME 可是不是 那這句話就是 你就當作被我騙了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覺得很有違和感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一個慣用語 日本人在推薦的時候可能會加上這一句話 所以一開始聽到的時候就覺得說 欸 這個人的講法好奇怪喔 為什麼我要覺得我被你騙了 你就跟我推薦就好啦 結果後來去問了 我們親一別客的老師之後 他才跟我們說 其實這一句話是 日本人在跟別人推薦東西的時候 前面很常會講的一句話 例如說 你就當作被我騙了吃吃看嘛 這個真的很好吃啦 這種感覺 那如果要真的去深究他的語意的話 這個是一個意境啦 老師又跟我們說 其實這個是日本人的一個 他們一個體恤別人的心 就是如果我一開始有跟你說 欸 這個東西超好吃 你吃吃看 他可能就會覺得有一點點壓力 然後吃了就 啊 可是我覺得不好吃 就會覺得有一點點失望 但是我跟他說 你就當作被我騙了 吃吃看啦 然後他吃了之後覺得 啊 完了 我沒有覺得很好吃 但是那個後悔跟失望的心情 沒有那麼重 所以應該是日本人為了對方 如果說真的失望 那個失望的心情 不要這麼重的一個講法 不是說真的意思是這樣子 只算我要深究他的語意的話 可能有這樣子的情緒在 那我再造其他句子給大家聽 那我再造其他句子給大家聽 騙著這小説 這小説読著看吧 真的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騙著這小説 這小説読著看吧 真的很有趣 你就當作被我騙了 看看這一部小說啦 他真的很好看 真的很有趣 你就當作被我騙了 試試看這個方法啦 一定會瘦 那這句話呢 也是被廣泛利用在很多綜藝節目上啊 那大家今天我知道這句話之後 跟日本人聊天的時候 也可以試試看講這句話 他們應該就會覺得 喔 你的日文能力提升了 如果學到一個新的日文啊 就盡量去跟日本人講話 所以用到這句日文 讓他感受到每次都有不同的刺激 都期待你會跟他講什麼新東西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都把日文系列盡量做得很短 因為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很少的時間 就學到一個新的知識 我知道大家看youtube都想要看娛樂片啊 就這種教學這邊都不會想要點進來 但是欸 不要這樣喔 就是我時間很短 大家還是看一下 看一下 學個日文 好啦 那如果說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就麻煩你幫我按一個讚 然後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想看我在拍什麼樣的影片 然後呢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都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再開啟鈴鐺 接收最新的通知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希望我的感冒可以快點好 大家也要注意身體喔 掰掰 在唔 mais 在唔 中文間 中文字幕 assembled 在唔 中文字幕 オ Aven 海 海 海 ノ 最多的一部影片讓開啟鈴彩鈴彩豬彩消滑 訂閱點 中文字幕 字幕 出示 下棒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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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